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令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在一个星期内升了三成 现在追的话会不会太迟 今日影片阿猪就会解释中国的经济近年面对的困难 今次的政策改变有多重要 我们最关心的它对股市会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你第一次来这个频道 阿猪是在投资银行做了十多年的专业投资者 在这个频道我就会分享对市场和投资的看法 以及用我的经验用来分享一些书本学不到的东西 如果你对赚钱有兴趣的话就订阅我的频道 在9月24日中国的人民银行 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 就联合宣布了一系列的支持措施 这里包括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 减供楼的按值和递一些新的政策工具 用来支持股市 例如借钱给金融机构和公司用来买股票 这些政策的详细你可以在网上看 但是简单地解释 它们的效果就好像拿水喉兜口兜面地吠你 而你就是股市 那就造成从来没见过的升幅 大陆的护心300指数上个星期升了25% 这个是历史以来最大的10日升幅 小型的股票 例如创造版在这段时间升了四成 连恒生指数都升了20多% 这个是自从金融风暴最大的10日升幅 成交方面还要去到5000亿港币 是历史以来最高 因为它升得非常急 而且一开始升的时候人们不信 但谁知道过了几天就升了几成 现在个个都问值不值得追进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要明白这些政策是supposed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即现在医生开药 但是药医不医到病 你首先要知道自己还了什么病 所以我们就要退后解释中国经济正面对的问题 这个故事其实20年前开始 自从中国在2000年加入了世卯 开放了它的经济 中国人民的收入 如果你看GDP per capita 在24年前他们的平均收入是1000美元一年 即是不够8000港币 但到2020年这个数目升了多过10倍 去到10万港币 换句话人民由低收入改善变成中产 现在赚多了这么多钱 日常生活的需求 例如饮食就解决了 接着人追求的就是安全感 那有什么安全过自己一家屋去一家一起住呢 所以在这20年中国的楼价就不断地升 平均一年升至少5% 还要记得中国有资金管理 所以那些人有钱了之后 那些钱是留在中国 那他们可以投资到什么呢 不是股票就是屋的 而大陆股市在2007和2015年 炒拌过两次之后 那些人又获取教训 觉得都是买砖头安全一点 所以楼市在2015年之后是再加速上升 本来第一线城市的楼价就升得最多 但是接着第二和第三线城市的楼价都追上来 去到2019年的情况就越来越夸张 例如那些面粉卖得贵的面包 即是那些发展商投快地回来 未起东西的这个赤价 已经贵过同区已经起了的楼 在二手市场的价钱 换句话 他们在拼将来楼价会继续升 还要升得很多 那么很多中国人看到楼市在20年不断地升 他们对股市又失去了信心 但是又买不到外国的股票 那么很自然他们就会买楼 或者买更多楼 所以就出现楼市泡沫 而中国政府就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让泡沫继续膨胀 让它自然自己爆 另一个选择就是趁泡沫未变得很大时刻意地爆它 所以后果虽然会严重 但是没有如果它再大些 先爆那时那么严重 在2020年中国就选择了第二个选择 推出三道红线政策 就是弄了三个指标出来 如果地产发展商过了这些指标 就不可以借多些钱 因为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是来自杠杆 消费者用杠杆买楼 发展商用杠杆买楼 即是杠杆成杠杆 而这个政策就是逼发展商减低它的Leverage 但是这个不是一时之间做到 因为你建楼 你建楼的费用不是一次过给了 例如今年你做挖地的 就给了挖地那块钱 几年后开始建个高楼大厦 那时候他们才会给那块钱 因为大家都惯了 那些楼很容易卖出去 因为他们会卖楼花 没建好已经卖出去收现金回来 还有有什么问题又可以借多些钱 但是现在他们借不到 还有在2020年撞中疫情 搞到楼又建不了 那些人又出不了街买楼 然后银行又不肯借多些钱给你 接着拖拖拖 本来应该收楼的人还没收到楼 他们就吵了 令到其他本来想做买家的人 就不敢买 那就打断了发展商的现金楼 然后过多一会儿 他们不单止没钱弃楼 还变成没钱还之前的债务 所以这几年就看到这么多中国发展商 毁约和破产 其中一家最出名的就是恒大 这里就引发了现在中国面对的经济挑战 没错 楼市泡沫是堵爆了 北京的楼价跌了四分之一 上海跌了三成 深圳跌了35% 所以泡沫现在就没了 但是同时他对经济有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因为房地产占中国的经济三成 那你的楼市爆 做地产的倒闭 现在人们少了楼 你想想对整个供应链造成多大影响 这里包括卖材料的企业 例如石泥 卖家具 电器 经纪和物业管理 所有这些行业都会受到打击 还有银行 地产商爆煲借了钱给他的银行 就会蚀钱 而他们蚀了钱之后 就会借少些钱出去 即是缩锁了市面上的资本 变了其他和房地产没关系的生意 例如你卖面包的 但是现在银行就不想借钱 或者借的话就要收贵一些 那又会影响到这些企业 然后地方性的政府 即是省的政府 他们靠买地用来赚钱 发展商现在破产不起房子了 不买地 那本地政府又少了收入 变了他们没有能力救市 而人民方面 之前的20年楼价不断的升 个个充满去买楼 令到中国的住房自由率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高有九成 而在家庭的资产分配方面 楼是占中国人的资产多过六成 在其他国家 例如美国 他们的人的资产 只是四分之一放入楼 而三十多percent是挤股票 换句话中国人民很多都是all in楼的 现在楼市爆 楼价跌了三成 就造成巨大的负财富效应 业主看到他们的楼价跌 他们就受到影响 令到他们的消费下降 消费下降 外面的企业就没那么容易赚钱 难赚钱就会请少些人 所以中国的青年失业率就很高 根据8月份的数据 有19%的青年人现在是失业的 所有这些东西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之前的供应还在 就是卖物料 傢俬 或者电子 那些公司的生产量还在 但需求就跌了很多 在一个需求低于供应的情况 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物价下跌 造成中国经济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通缩 自从二三年的七月 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通缩状态 而我们在日本90年代的例子看到 一个地方通缩得越来 这个通缩心态入了消费者的头脑里面之后 就会造成一个很难破解的恶性循环 因为那些人看到的东西越来越便宜 例如楼价越便宜 买电子越来越便宜 买什么都是越来越便宜的话 那他们就等待遲些才买 那些人不花钱 企业就赚不到钱 那就导致一个低增长的环境 而这次中国政府想做的 就是利用这些财务刺激 用来破解这个循环 派钱给那些人洗 鼓励那些人买东西 增加社会安全网 令到那些人觉得不需要存那么多钱 可以安心点地洗 还要说明会停止楼价再跌 这些进击的设施 都是为了恢复人民的信心 令到他们肯花钱增加需求 那些东西的价钱就不会再跌 甚至有机会上升 就是有通胀 这个就是病 和设计出来医治的药 就是上星期宣布的刺激政策 宣布了这个月出来之后 市场反映 中国的护心指数 那天升了4% 接着两天后再4% 星期五再4% 然后星期一黄金周之前 再夹多8.5% 差不多一天升了一成 这种价格移动 非常似机动性造成 就好像前个月的日元拆仓 导致美股一天跌了5% 日股跌了十多% 这些短期内这么大的移动 是机动性的行为 通常和拆仓有关 但今次的拆仓 就不是那些人逼着要买 而是那些人逼着要买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对冲基金 根据美国投资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基金员调查 现在市面上第二最挤逼的交易 就是短仓中国股票 即是那些人沽空大陆股票 而它不单止是第二最挤逼 还要这个挤逼程度 是由7月到9月增加得最多 即市场反弹之前 去到今年的最低位 那些对冲基金拼它 会跌穿今年的低位 再插下去 他们就增加了短仓 现在市反弹在几天内已经升了两成 他们就被夹到阿妈都不认得 即是好像拆仓那样 东西跌的时候 他们就要逼着买 现在他们做了短仓 市升了 他们就要逼着盖回他们的货 要买了 无论什么价都要买 因为如果不买再升的话 他们就会爆 或者有些已经爆了 那是一些正商逼他们买回货 斩去仓 这种斩仓就会导致我们这几天见到那种升风 因为市场短期内 有供应和需求的不平衡 买货的需求就很高 但供应一时之间就相对的不够 所以价格就跳得那么厉害 然后就算你不是对冲基金 你没有做短仓 那些长仓基金 因为中国股市近几年的表现很差 所以整体他们underweight中港股 而且underweight很多 如果他们的投资mandate是全世界的话 就将资金调去美国 如果他们的mandate是亚洲的话 就调去其他亚洲市场 例如日本或者这几年受益最大第二个新兴市场 印度 很多长仓基金的资金 就由A股港股流入印度股市 如果想听多些关于一点 或者想知道散户可以买什么印度股票 可以看回我这条YouTube影片 说回长仓基金 他们就underweight中港股票 然后股市感升一口气升了25% underweight的意思是 本来你跟踪指数 你应该买100股 但是你卖了50股 所以市场升25% 基金的回报只是赚13% 即是跑输它的benchmark 还要跑输得很离谱 在这个情况 他们的反应就会好像沽空了的对冲基金 都是要迫着追货 即是不管什么价钱 他们都要买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他们miss了头一部分 已经underperform 如果股市再升的话 那个underperformance就会再严重 他们解释不到就会被人炒 如果市场跌下去 它都是跟他们的benchmark一起跌 没所谓 因为大家下去而已 即是去到这刻 他们不是追求要跑赢的benchmark 或者追回去benchmark的表现 因为这里已经过了 现在是说保命 他们的career risk 即是工业的危机 就是他们不可以承受 如果市再升上去 而他拿着不够货 所以这个星期市一度升 他们就一度继续要买 不代表他觉得政策会work 不代表他觉得股票太便宜 是纯粹一个机动性的原因 你不买去再升的话你就玩完 这种追货就造成上个星期这么夸张的升幅 这种夹仓式的升幅 这几年我们见过好几次 例如在二年尾 中国突然之间180度 放松他们的清零政策 A股在个凌月就夹了两成 然后今年初 中国救市 又导致A股几个星期来升了十多% 但是跟着经济数据继续差下去 楼市继续跌 股市又下跌 这次其实很相似 但是再夸张一点 而我们就去到最重要的问题 现在应不应该追进来呢 你觉得今次行指可以升到多高呢 我们做一个市场调查 将你心目中的数目 寄在comment中 看看大家的信心有多高 股市就是潜沾性地反映经济 通常早6至12个月 那你现在问值不值得追 首先要想它解不解决到它现时的问题 令到经济好呢 如果可以的话 中国经济改善 而股值还是这么低 那的确有上升空间 但是如果你看回日本在90年代的经验 为什么日本通缩了这么多年呢 不是因为他们什么都没做 而是他们做过几次 减过息 用那些进取的财务和货币政策 但是没有效 因为通缩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所以经济学家 央行才那么害怕 试了三次之后 去到第四次 在2003年 开始Abenomics做了十几年之后 去到13年才开始见到结果 然后去到现在24年通胀才正常化 所以不一定拿支水喉吞你的臉 你就会好 经济不是一个科学 不是1加1就等于2 我们要看回市场的反应 消费者的反应 他们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回来 肯去消费令到这个问题解决 在这一刻你问我他们会不会成功 我有10个原因他会成功 但是同时我也有10个原因 为什么他不会成功 我们只说没有意思 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观察着 未来的发展 看看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 一剂药有没有效 例如要留意着中国的经济数据 好像PMI 看看他是不是在改善 同时现在派了一剂药是未够 药要不断地吃 尤其是如果想解决通缩 日本吃了十几年才有效 在这方面如果你说信心的话 市场会希望见到政府给多些details 关于现在他们出的救市设施 例如谁可以当手上的股票借钱 然后借回来的钱可以买什么 还有他们现在说的平准基金是怎么样 还有这个设施开始了之后 实质有多少人用 接着还要留意政府是不是很有决心 这样解决这个病 还是一剂药就算 接着在10月有人大常委会会议 到时市场期望他们会推出更加多的政策 以及实施现在说的东西 因为现在是说的 他说旧市 但是行动方面去执行成什么 市场可不可以继续升就要看这些东西 在这一刻他会不会成功很难估 因为有太多因素 你有内部因素 就是中国政府怎么想 他们还会不会推出更加多设施 这个我们不确定 然后有消费者反应因素 他推出了之后 当银行不收利息地借钱出去 当他鼓励那些人买股票 当以后买楼你借给一成手期就可以 但是那些人有没有信心 借钱用来买楼或者买东西呢 这个我们不知道 不是你放点水过来那些人就喝了 接着还有外国的因素 中美关系 无论跟着哪个做总统都好 都不会好得去哪里了 正如我上一条片解释 现在中国和美国进入了一个经济的战争 大家都在用不用武器的方法用来怒弄对方 所以那些黄金才升得这么厉害 详细关于怎样去返回这条片 现在美国看到你经济这么差 有通缩 他会不会做这样放过你 给你一个机会翻山呢 还要记得日本是在E20年 他不再是美国一个重要的经济对手 先解决到他的通缩问题 而日本是美国一个最重要的亚洲盟友 他们将日元由100贬值到160 不多不少都要美国押头 所以现在中美关系这样 又会对这个计划造成一个不确定因素 所以现在值不值得追进来做长线投资就很难说 但留意着基金流和用技术分析和用不同的指标 用来判断市场的走势 就有很多短线的交易机会 例如在9月12日出这些刺激经济政策两个星期之前 互心300指数在3200点的时候 已经是超卖和出现了买入讯号 然后想不到这么快就升了三成 同时在这几天 港股也出现了很多交易的机会 例如阿里巴巴 美团和地产股票 它大升之前我已经在patreon留意着 如果你不想错过将来的赚钱机会的话 就来个patreon 现在有免费7月的使用期 还有遲些10月就会加价 如果你现在订阅的话 就会锁定这个便宜一点的价钱 今天的影片就这么多 喜欢的话按一下才走 下次再见